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的7点08分05秒了 我们赶快为您联系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老师您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 老师我们首先来看到 英国脱欧的谈判 这个礼拜有重大的进展 老师先请您为我们介绍 这个重大进展 同时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 我们晓得英国脱欧 当然是紧锣密鼓了 那么它如果能够 所谓有秩序的脱欧的话 那就是明年3月29号脱欧 脱欧上个周末的时候 就礼拜天的时候 那么事实上礼拜天之前 那么英国首相梅伊 已经跟欧盟 打成了一些脱欧的一些协议 然后上个礼拜天27号的时候呢 那么25号的时候呢 27个国家 欧盟本来28个国家嘛 去掉英国就27个 27个呢 就开会后来通过了 就是说可以接受 达成那个协议 那问题这个协议呢 达成以后又拿回来 叫英国国会要通过呀 那么国会通过呀 那当然英国本来在 在27号之前 梅伊跟他的内阁在讲的时候呢 他保守党里面 内阁里面就有几个 比较极端的脱欧的就反对 虽然你说你这个 达成的一个协议啊 事实上拖泥带水 英国走了 又还有欧盟 打成一个战事性的 一个贸易协定 拖拖拉拉的 就让强烈脱欧的人呢 这个阁员呢 就已经就走了 就辞职 辞职造成 他保守党内部的一些危机 那甚至有人酝酿的说 那我们要逼宫 就要不信任投票 把这个党会给换掉 党会如果换掉的话呢 那就是换掉了 整个首相也就换掉了 换掉了 所以在这个内阁 那后来现在上个礼拜呢 欧盟通过了以后呢 大家现在要进行 国会里面要进行辩论 国会辩论呢 他们是12月11号要投票 看国会到底能不能通过 那么通过呢 那如果国会里面拒绝了 他说不行 那国会当然有提出 很多修改的方法了 有人不同的意见了 那么如果国会拒绝了 那下面就有几个可能了 第一个就是 那如果有很多的意见 将来要修正 每一所谈成的一个协议的话 那他势必要跟欧盟要重谈 那重谈呢 那欧盟就讲了 那么不接受重谈 他说这好不容易 你达成的协议 我们也好不容易都接受了 要再修改的话 我不接受会通过 那如果不重谈的话呢 那等于就是 每一的这个 首相做不下去了 那是不是要辞职呢 那辞职呢 英国的分析家讲 辞职也没那么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谁接呢 那接了以后 他听的首相 他有更好的方法嘛 也不见得提出来 更好的方法 那么要不然的话 假如不是首相辞职 是保守党里面 自己逼宫呢 保守党里面 也有意见不一样 那么他们要保守党 国会议员 有48个提出来 然后说是提议 说要保守党 那投票才行 现在48个就凑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在想说 美一如果下来了 那谁在保守党里面 继承美一的位置呢 那么后美一时代 还没开始 就开始打了一塌糊涂 保守党里面 也搞不定 搞不定呢 那当然也有人讲说 要不然这样 那么再次公投好了 那么什么 那么英国再次投票公投 看看到底行不行 那么再次脱欧公投 在国会里面 似乎也没有多数 所以再次的脱欧公投 也不通 也不通 那怎么办呢 那么最坏最坏的 就是硬脱欧了 那就是英国国内 没有通过 可是这时候 这个公民投票的 这个公民结果 那就是 那我们就硬脱欧 硬脱欧就没有任何协议 的情况下 硬着走 可硬着走的话呢 很多英国的 表示呢 硬脱欧的话 你看你的供应链啊 和这个货物啊 贸易啊 交通啊 都受问题 那么昨天 英格兰银行也讲了 如果真的想脱欧的话呢 那英国的经济啊 那这样 就是会萎缩8% 就是造成的 这个冲击很大 所以英国 这样分析一圈以后呢 是英国的一些 也分析家就讲说 这样算半天 最后可能也是 再怎么不满意 也就支持 美意的这个结果了 就好像是 目前不满意 但是怎么达到 最好的一个结果 那是不是这样子 不晓得 因为 根据英国方面的 相细传出来的 这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 都会在辩论 都会在辩论 因为他在12月 11号的时候 要投票嘛 都要辩论 那可能以后 会有五六个 会修正案 会提出来 所以大家现在 就诉诸选民啊 所以美意把握 很多机会 跟一些企业级领袖 讲的 企业级领袖 就呼吁说 哎呀 还是要有秩序的 托误啊 支持首相的方案啊 等等 所以这一年到 12月11号 投票之前 这中间的各种 角力啊 各种说服啊 你看得出来 所以英国会 整个情受 会蛮紧绷的 是 老师你这样形容啊 我觉得好像 英国脱欧的形势 现在好像 来到了一个悬崖呢 是 因为他最主要 就是因为 他也不是有一个共识 就有一批人说 我要 其实他们 有的我觉得 很多是情绪性的问题 因为他说 你要完全脱欧 最后脱得干干净净的 对 那现在就两个问题了 两个问题 原来引爆脱欧的 一个关键呢 就是大批的难民进来 那一进来的话呢 那么 难民进来 那些揭露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的一些 协定 就是说 你英国必须 你要分摊啊 你多少摊额 你要接受多少难民吧 英国不想接受嘛 不想接受 布鲁塞尔 这边的指导 说我要接受多少 所以梅伊首相呢 梅伊就跟他的国人讲 我都谈到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难民问题 我解决了 就难民以后 以后要多少 是我决定的 那我也或者讲 或者讲说移民 移民进来呢 我可以根据 英国需要什么人才 我接受什么移民 而不是说 因为你是欧洲人 我就必须接受 因为以前你看欧盟的话 可以自己跑来跑去 如果在欧盟里面 申根结定 他说不是因为你是欧洲人 我就要接受你 我是可以按照我的需求 需要什么才能 我要谁 那就是讲移民 难民的话呢 那我英国可以决定 我要不要 我也不要受到 受到这个 这个欧盟的一个指点 他说这才是 我觉得我们谈的最好的 可是反对的人说 不是 你要脱离欧盟 那你为什么跟欧盟 又签一个什么 什么自由贸易协定呢 那你们拖拉拉的 那英国就是没想 我如果不 他说 不是英国 不是北爱留在 这个独立市场里面 是我暂时性的过渡期呢 英国跟欧盟签个自由贸易协定 这样爱尔兰呢 北爱尔兰跟南部爱尔兰共和国的边界 那才会开放 爱尔兰共和国才会觉得 我爱尔兰岛不会又被切成两半了 这样的爱尔兰在欧盟里面 才会接受英国脱欧的这个协议啊 那你如果变成硬边界 爱尔兰共和国就讲硬边界 我在欧盟里面 我就否决你的协议 对 所以你势必要在贸易上做点妥协 可是那些强 那些情绪性的 这个完全跟欧盟脱得干干净净的 他就说不行 我干嘛想脱泥带水 哎呀 各种不同的理由就整个出来 这美意也是焦头烂额 但是就是 最有意思的就是 他在这正常状况 他面临党内的逼宫 他有很大的压力 可是呢 逼宫有声音 但是大家都在想 逼下来以后 下一步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所以不敢逼啊 所以他位置就走向也好 他是党魁也好 位置就卡在那了 是这样的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对 顺利点不错 这不要该怎么办 今天两难了 最后可能 最后结果就是好吧 那就退吧 那就签了吧 不然怎么办呢 好 这个真正要签了 那还有一大堆的副作用呢 对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直评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 首先为我们来分析了一下 英国脱欧这件事情 影响性非常的大 但是目前英国来看是现在泥闹之中了 另外我们来看看乌克兰的情势 在过去这几天以来 我看到这个平民媒体上面 有关于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边境 这冲突不断的升高 导火线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导火线呢 是俄罗斯扣了三艘乌克兰的船 乌克兰的一个小的军舰 乌克兰的海军其实是蛮烂的了 蛮落后的军舰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要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中间 有一个争议的水域 那这个水域呢 那么就是亚述海 亚述海 就是它如果对 因为我们平常不太关心 那块地方的地形 它就是它的西边呢 就是克里米亚 那么它然后上面 这个北边是乌克兰 东边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就包在一起的 内陆的一个海 那亚述海呢 然后亚述海往南 就一个小小的海峡 叫做克兹海峡 那下面就结了黑海 那结果在这里面呢 这里面它这个亚述海呢 本来就是俄罗斯在里面的 这个势力很大 虽然过去他们才能有协议啊 就是亚述海的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共同分享 但是俄罗斯它为了给 那么根据西方的讲法 俄罗斯呢 它因为现在它是 外交上有企图心 那所以它当然在亚述海的活跃 也非常大 那么也给乌克兰一些压力 那乌克兰呢 它就想试探一下 这亚述海到底有多紧张 有一种说法 所以它就是 所以它就三艘船 就经过了克制海峡 那俄罗斯就说 你这个侵犯到各海峡 就开火 开火 然后上方就有边界的冲突 最后那船被扣了 人也被抓了 人被抓了 那结果呢 这个乌克兰那边就很紧张 那宣布说 就边界这几个州进行戒严 那么开始要备战 备战到俄罗斯这边呢 那么它也派出苏凯战机来巡逻 美国一看就很紧张 所以美国从希腊克里特岛 也派出了侦察机 看那边到底什么状况 好了 这整个事情看起来是这样 看起来这样子 那现在怎么为它定位呢 那乌克兰就讲说 哎呦 我不惜全面战争 那么就甚至是 如果你如果俄罗斯侵略的话 全面战争 北约也支持乌克兰 那么俄罗斯的讲法就说 不是 你乌克兰总统 普罗申口啊 你是刻意挑起这个冲突的 为什么刻意挑起冲突呢 因为你明年三月要大选 明年三月大选 你的这个民调非常低迷 你根本就是想用的方法呢 要建成全戒严 戒严以后呢 那就可以不要选了 那些选举就推迟 所以你这个是完全为你内部支持度的低迷 而在外面引起新的事端 转移国人注意力 那所以俄罗斯呢 他说我不上当 不上当呢 所以普京呢 在昨天就讲说 这件事情呢 不是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侵略什么 这就是非常一般性的边界冲突 边界冲突什么意思呢 边界冲突交给法院来处理就好了 不是外交的争端 所以谁在处理呢 克里米亚上面的法院 他就把一些船 一些水手啊 一些水海军啊什么 就把他送到监狱去了 要审判 那什么呢 那么乌克兰这边的总统 布洛森口说 我跟普京要对话 要打电话 打电话要谈的事情 普京说不用了 我们俩不用谈了 因为这是法律问题 边界小摩擦 法院解决就好了 那告诉记者说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那可是为什么 这就这样看呢 这其实最后 其实倒不是看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 会不会又发生紧张 最重要的是 在月底 G20的时候呢 G20会议的时候呢 本来普京要和这个 川普也见面啊 那川普就讲了 那这样子 如果这样子发生冲突的话 川普那边传来的消息 就是那不见得 要跟普京见面了 你发生冲突吧 那普京这边的讲法 就是见面 大家都有好处 然后说呢 我们并没有接到 白宫那边有任何的指示 任何的这个消息 说不见面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这边是要 缓和情势 降低紧张 而且保持着说 普京跟川普 还有见面的这个可能性 那川普我想他也在 也在看这个情势的发展 就是普京他昨天讲了以后 说他直接边界冲突 这是个小case 大家不要紧张 我想这事情 应该会比较 逐渐缓和下来 最后会不会就雷声大 雨点小了 就是这个时候 你看你要不要把它做大 那其实你看 真的如果我们解模你一下 如果真的打仗的话 乌克兰的这个 整个军队是很落后的 他根本打不过俄罗斯 对啊 不可能嘛 不可能 那你要把整个北约扯进来 是不是 那北约当然是支持你 那如果真的打的话 北约又会动静多少 北约又会支持进来 这整个事情 就有一点复杂 按照现在的国际局势 美国跟中国大陆 还在打贸易战 那么欧洲自己 你看欧洲自己 北约里面 英国的脱欧也搞得焦头烂额 法国的这个 所谓黄背心的抗议 上街头抗议 它这个什么能源涨价什么 美国一样内部都有问题 那种问题 你不可能在这时候 就另外批一个战场嘛 所以我想北约 他们在道义上支持 普罗申科 实际上也在讲说 你干嘛去挑这个事情呢 那现在就要决定 谁挑的嘛 那所以俄罗斯就讲说 不是我挑的 他说你这个计划 这整个三个船 你闯这个克制海峡呢 那是乌克兰你故意的 俄罗斯的论述是这样 乌克兰当然不会承认了 但是本来这个冲突 就是各有各的论述 那现在就是看最后 怎么样用智慧来化解 那现在看到 他就是想要化解它 然后普京就没事没事 他不要紧张 那看看普罗申科 后面怎么接了 自己招出 普京丢了球出来 那普罗申科 乌克兰这边 怎么接下一步 这是我们在看的 好老师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最后这个美墨边界的 这个移民问题 我想先请教老师 移民问题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不但是困扰美国 而且是困扰的这个 全世界 几乎可以这样子讲 目前来看 美墨边界移民 出了什么问题 对于川普来讲 他立场要怎么去界定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很麻烦 这麻烦 因为因为我们晓得 这里面牵涉到 你看在欧洲那边 其实是算难民了 到底也说是难民了 经济难民了 政治难民了 或者是政治庇护寻求者 看你给他什么名称 那美国这边呢 那就是移民 非法移民 所以川普 当然就是 尤其美国边界 这些周围身为所苦 因为大批的 这个拉丁美洲的移民 这个非法移民 要闯进来 闯进来呢 但是他们 这种也算是非法移民 可是他说不是 他说我是寻求庇护 我们国家 正在动乱 政治 然后境界寻求政治庇护 那庇护呢 那最近发生的事情呢 那就是大批的 有些宏都拉斯 中美洲这边的 宏都拉斯的 这些大批的 这些移民的 这个州的车队啊 那么要进来 从加州这边要进来 然后上瓦多也进来了 上瓦多进来了 但是边界 他们就寻求 所谓的这个 真正要寻求政治庇护 这庇护呢 你想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 美国有意或无意 他刻意很慢 他每天才审查100个案子 可是问题是 有7400人等在那儿 哦 等在墨西哥边界 等到墨西哥边界 等到墨西哥边界 等到墨西哥进来 那么难得有人 等不及了 开始冲 冲了 当然美国这边 就开始打开枪啊 或者说这个 这个瓦斯坦啊 什么的 就要把党回去 美国就跟这个墨西哥讲 那你要把这些人 这些人遣送回去啊 因为老在你这样国内 对吧 要不然的话呢 如果真的没办法解决的话 我就封锁边界 就原来那个口案呢 那么就把他关掉 所以这就是 那么这就是讲 你说就 从移民的权力的问题来讲呢 从人权问题来讲 或者从边界问题来讲 其实很多人 他也是故意的嘛 你想说川普 在其中选举之后呢 有人想说 那川普现在权力不怎么行啊 那么移民问题 在美国国内 可能有争议啊 那么而且美国 的确有一扇门开的是说 可以有请你 给庇护的一个审查嘛 那于是我们就抢这个门 抢这个门 忽然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你就看到画面上 什么大批的几千人 往美国的边界去冲 那反正任何国家 都会吓掉 怎么忽然来这么多人 然后边界到底疯不疯 那么美国边界 我们家边界之后呢 可能有的人 当然觉得需要人力了 那有人说 你进来就造成抢工作嘛 然后又有很多的 这个犯罪的问题 很严重嘛 那这个问题 那当然 也会变成将来选举的时候 变成一个议题 但是现在就看 那边界问题 怎么解 其实我想是美国 跟墨西哥 什么的中间 都要承担这样的 做大批的人 这边界 那怎么办 难怪是美国就干脆就 把这个势力都延伸到 这些国家里面去 直接去 让他们的内政要稳定下来 不用让这些移民 来困扰我的边界了 就他这边界 这些人就说 我内部你看 我遭遇到生活痛苦啊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这条条分呢 你经济难民 还是政策难民 政策难民可能比较优先 经济难民 其实就是移民嘛 你是非法移民呢 还是怎么样 慢慢审 美国这边也是故意的 边界也在看说 看华府这边的态度 那我这边怎么样 这怎么可能一天 才审一百个呢 一天才审一百个呢 那几千人围在门口 那跟美国讲话是 那你干嘛来呢 你好好事 你干嘛来 我们也不想收你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冲进来呢 所以这就是 没想到这次 其中选举之后呢 川普所面对的 第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边界 然后第二个 当然你说延续的 就是美中盲益问题 还想忽然冒出来的 乌克兰问题 所以这次外交上 川普想要解决这几个问题 好的 现在时间已经是 早晨的7点25分45秒了 今天这品为您连线 东吴大学政治系 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我们分析 重要的新闻外电 今天我们锁定的议题呢 就是英国脱欧的谈判 还有乌克兰的情势 以及美墨边界的移民问题 老师 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